我是何建宗 我以前是香港公開大學的科技學院院長 兼環境學系的主任 我主要研究水質、紅潮和水裡的微生物 一個偶然的機會跑到中國內地工作 近幾個月就回到大灣區 即是我的鄉下順德 我就將我四十多年的微組研究 特別是它可以將紅潮化害為用的價值 告訴別人 我們順德裡面有很多的魚塘、溪間 其實都有污染的問題 能夠回來幫助我們順德 即是提高了我們的環境質素 又改善我們養魚的環境 結果一講即陷 在六個月內開創了一間公司 專門用微組技術來淨化水質 同時又會產生組粉可以做治療 這些組也都可以煉生物柴油 或者抗氧化劑 好像蝦紅素這些營養物質 最後還有碳中和的作用 一舉幾得 將我的研究成果 可以變成為產業 大灣區好像一個芝麻包一樣 香港就是一粒芝麻 只要我們定位定得好 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大灣區仍然有我們很大的工作機遇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內地的確需要香港人共同發展